一千塊有十十六張 還有你兩千塊兩張 檢保守拿鈔票一張張系數 仔細和老翁核對金額 你這裡中文有多少錢 我沒有幾千 沒有四千 你這個錢 不要這樣 遠景貼心提醒 因為這期錢都是老翁的養老金 大白天竊賊闖入住家 看到整疊鈔票 二話不說全塞進包包 民眾目睹手機直播 PO上網痛批大膽女賊沒良心 連行動不變老人家的錢都要偷 她要偷錢啊 好像十幾萬吧 一個老人家在後面聽不到 只看到帶一個人上車而已 早上十一點多 新美食樹林太平路一間透天明宅 遭人侵入 當時高興屋主在後門陽台 還與家人聊天 準備吃飯 卻忘了鎖上前門 誠心女賊發現機不可失 偷偷摸摸進到屋內 偷走十二萬現金 由於主臥市 距離陽台約有十公尺遠 屋主完全沒察覺 女賊得手後迅速逃逸 卻絲毫沒料到 遠景早就發現異狀在門口埋伏 瓮中捉鱉 將她以現行辦逮捕 看到人家的眉關 都可以去那邊投錢嗎 屋主都在家耶 這樣還敢投喔 低著頭不發異語 誠心女賊是竊盜慣犯 幾乎偷遍新北市 還被新裝列為 治安管制人口 被逮後居然向警方公稱 是因為想吃的 自助餐店沒開 心情不好才隨機犯案 還好警方積緊 十二萬元一毛都沒少 讓被害老翁 保住養老金鬆了一口氣 記者楊子健坦可蒙 新北市採訪報導 第一次